要说呢 每出现一个唱歌跑调的人 就有一个快憋出那声的同伴啊 这不自禁旁麦郎直播带货 唱起自己的成名曲 我的滑板鞋时 就让一旁强忍不孝 憋成可达鸭的女助理 体会到了赚钱的不能力 这一会儿瞅天一会儿望地 甚至把小手揣进兜里 也不敢看旁麦郎的操作 一时逗笑无数的网友 于是大家纷纷调侃 这怕不是把一辈子的伤心事 都想了一遍才忍住不孝的吧 我们都知道 曾以我的滑板鞋一夜爆火的旁麦郎 虽然偏执于音乐 但却再无佳作 甚至还被爆出身份造假 而去年的时候 还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不过他对此也进行了回复 虽说真相如何各有说法 但如今他出院复出 直播唱歌 却因小助理的出圈 而再次出现在了大众的视野 我从来没碰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这歌呢可是情有独钟 还拉着李健合唱过传奇 这当着原唱的面会经典 果然是杀人诛心啊 不过除了圈外的 这娱乐圈拥有魔法唱腔的明星 可以不少 当唱出闹台套的黄晓明黄教主 没开二度 演唱了丑八怪时 身后的刘烨 就活生生地挤出了一套表情包 看着那扭曲的五官 我还以为刘烨准是一位靠谱的 没成想 一首松花江 他转过头 就去折磨李健去了 正所谓 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这部歌坛大哥周华健 在听到郭德纲版的滑心时 就一个没绷住 差点笑翻在地 节目最后 咱一起来看看吧 这里是下分音乐 明天见 拜拜 我的心 藏在乐意中 恐怕花几刀错过 你的心 忘了季节 送不起你 让人走 拜拜